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朱凤莲25号表示 有关地方海关当天公告 实施放宽福建沿海与金马直接往来航线旅客 携带的台湾高粱酒数量限制 从目前美人允许携带4平增至6平 我们对此乐见并支持 朱凤莲表示 为便利两岸人员往来 自2006年起 大陆海关放宽福建沿海与金马直接往来航线旅客 携带的台湾高粱酒数量限制 从美人允许携带2平增至4平 近年来 金马民众希望进一步放宽数量限制的呼声很高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 支持厦门与金门加快融合发展 福州与马祖深化融合发展 打造夏金辅马同城生活圈 我们积极回应金马民众诉求 进一步放宽福建沿海与金马直接往来航线旅客 携带的台湾高粱酒数量限制 相信此项政策实施 会给台湾同胞 特别是金马民众带来更多利好 只要是有利于深化粮融合发展的事 只要是有助于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事 我们都会用情用力去做 把好事办实 把实事办好 日前 海关总署决定 在综合评估相关整改措施的基础上 自12月22号起 恢复台湾地区石斑鱼输入 输入大陆石斑鱼需来自审核合格 并予以注册登记的养殖企业 首批审核通过的有7家业者 然而台渔业部门竟对外表示 会了解这7家业者的所谓特殊性 对此 中国国民党25号召开记者会 痛批民进的当局是要给养殖业者找查 查水表什么事都要犯政治化 石斑鱼去年6月被停之后 整个养殖业者哀哄遍野 这本来就是你执政党的责任 结果他不跟中国大陆谈 这次能够通过我们是非常的高兴 我们临边的渔民是放鞭炮 我是这里在要建议我们渔业署 不要再干这个无聊的事情 还要去找杂 要去查水表 苏清泉讽刺 这次审核通过的业者只想养家糊口 他们不是蓝也不是绿 只会养石斑鱼 他们没办法卖口罩 卖快筛事剂或是进口鸡蛋 没有这个能力 业者通过努力 让石斑鱼得到输入许可 反观民进党当局 连一丝一毫的经费帮助都没有 只会一天到晚唱衰 他痛批民进党不要什么事情都犯政治化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李德伟表示 大陆要开放台湾石斑鱼输入 台渔业部门与相关单位 竟然想要调查业者 难道石斑鱼也是国民党籍的吗 民进党不该把矛头指向业者 两岸的问题 民进党处理不好 国民党来 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也再次的重申 包含ECFA在内 其实现在都有很多的危机 我们会必须被迫来面对 这些相关的挑战 2024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攸关两岸问题未来的解决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林维州表示 大陆禁止石斑鱼输入时 民进党当局声称是大陆打压 这次开放进口 民进党当局没有争取 让更多业者把石斑鱼输入大陆 反而当成坏消息 真是莫名其妙 当对渔民有帮助的事情 政府是应该要来协助他们 打开外销市场 而不是当开放市场 又让渔民欢喜一场的时候 你还来调查渔民 我们来关注2024台湾选举的相关消息 据团媒体的报道 中国国民党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侯友宜 25号到高雄佛光山凤山寺等地跑行程 几天她在受访时再次强调反对所谓台独 侯友宜25号在高雄跑行程时 接受媒体采访 针对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台湾年轻人对大选难以怀抱幻想的态度 并对如何妥善处理两岸关系感到困惑 国际危机组织ICG的报告也说 民进党如果获胜 两岸误判的风险很高 侯友宜表示 自己走的是所谓的中间路线 反对台独 侯友宜批评赖清德的作为台独主张 并说他只会用意识形态抹红他人 骗取选票 而除了两岸问题外 侯友宜也批评民进党当局的施政问题 特别是在打击诈骗这件事上 束手无策 他主张对诈骗集团加重其刑 侯友宜在台湾南部跑行程 而就在近期 国民党高雄市党部也发出新一波的文宣 向市民宣传 政党轮替必须彻查的十大弊案 其中包含新冠疫情史的一些争议 绿能黑金争议 蛋荒食安问题 蔡英文假学位问题等 不过对于这些控诉 民进党方面却说这是假讯息 蓝营方面痛批 民进党施政以来 因为荒腔走板的施政与无能 让民众在寒风刺骨中排队买口罩 排队买快筛 排队买疫苗 排队买鸡蛋 排队买卫生纸 当局机关闭案从生 官员收贿及桃色争议不断 台湾民众有苦难言 民进党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赖清德 在新北市万里区的老家违建争议还在延烧 赖清德团队一直坚持说 赖清德的老家在1958年就存在 但新北市政府秀出航拍图反驳说 存在的房屋是2003年后新建的建物 与周边的状况并不相同 也无关 从客厅一走进来之后 是个寻常人家的家具 打开门穿过客厅 几乎就走完整栋建筑物 揭开赖清德老家内部 赖清德竞选团队声称 这不是花园豪宅 更坚持说 这是1958年就已经存在了 但新北市政府也秀出航拍图反击 说在1981年前 都没有任何建筑物的影子 而且赖清德的老家 也不是在旧有矿工工僚基础上修建的 而是在2003年航测时 发现的新增建筑物 房子其实是陆陆续续修的 让它更适合人住 我们要再次强调 它必不是在工僚旁边 又新盖一建大楼 赖清德团队称 这是新北市政府航拍图的定位错误 他们拿出户口簿 坚称赖清德老家从头到尾都在原地 请新北不要再污蔑了 地点一直就是在84号 我们排边定警工对外通讯 以及用路人寻职使用 与房屋土地等产权没有关系 把每缴税都能说成该缴都缴了的 赖办发言系统又来凭空捏造了 但它这本机却拿不出任何的证明 公务机关向来依法行政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请国发言人不用再靠着 坡新北市的脏水来硬凹 再多的抹黑都没有办法掩盖事实的真相 赖清德违建争议稍不停 前民代郭正亮就痛批赖清德这种人 当台湾地区领导人最可怕 他直言 大家质疑的是赖清德2003年改建的房屋 有没有违法 并不是针对老矿工遗留下的老房子 赖清德为了转移焦点就胡乱攀扯 真的太可耻 他质疑 如果赖清德把矿工放在心里 为何从未试图帮助矿工解决居住问题 你要整天还在扯说 是缅怀矿工或者同情矿工 结果2003年你盖好之后 当立委 当台南市长 当行政院长 从来没有针对矿工的居住问题 提过咨询或政策 还在说关心矿工想到就会掉眼泪 还可以掉五次 眼太大了吧 赖皮聊争议仍在发酵 主因就在于赖清德在遭受违建与未缴房屋税的质疑时 未能诚恳地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 一再哭诉脉惨混淆视听 却又一再地被揭穿真相 并滥用特情人员为其看家护院吃相难看 外界终于看清赖清德言行不一 以及言以律人宽以待己的真面目 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发表社论质疑 赖清德莫无法计选什么2024呢 文章进一步指出赖清德走台独路线 还未当选就已恶化两岸关系 万一他当选了台海和平更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美国深谙两岸关系的学者有鉴于此 建议赖清德冻结民进党的台独打纲 在赖清德不为所动 仍然在所谓台独的核心 主张外壳涂脂抹粉 企图混淆视听 难怪赵少康讽刺他为台湾和平的恐怖分子 民进党当局施政7年多来 使台海兵凶战危 赖清德拒绝改变所谓反中仇中的意识形态 口口声声说要维护台海安全 维持现状 但缺乏具体可行的方法 所发言论又反其道而行 可见全都是骗选票的政治语言 台媒提醒 距离2024岛内大选投票日不足三周了 这次选战 政党的因素更为重要 选择哪一组候选人 正是对其所属政党的政策路线 投下支持认同的一票 台媒呼吁 唾弃贪腐追求联名政治的中性选民 期待振兴台湾产业发展 过上好生活的经济选民 以及期盼两岸和平 远离战祸的理性选民 都应该踊跃的出来投票 台海必须安定 台湾才有安全 台湾民众才可安心 如何消弭战争风险 正是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最大的责任 岛内舆论正告赖清德 不要成为毁灭台湾的恐怖杀手 好 以上就是今天 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树立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赖清德身上的争议还真不少 25号 中国国民党及民代王洪威 指控台湾公股银行高层 也成了赖清德的网军 他们成立信赖金融群组 为赖清德拉票 而主导者就是民进党前主席 卓荣泰 这个信赖金融里面 竟然有赖清德的 这次选举的总督导 卓荣泰在里面 王洪威秀出信赖金融群组的讨论内容 质疑民进党前主席卓荣泰 为了帮赖清德辅选 将手伸向台湾的公股银行 里头讨论的内容是 如何为赖清德拉票 王洪威还公布了 时任台湾合作金库 证券投资信托公司董事长林博裕 面试大学生的录音 王洪威说 这名被蔑视当网军的学生 在八个月后就入职何苦投信 而面对指控 卓荣泰发出三点声明 声称信赖金融群组是支持者自发成立的群组 成员中没有任何金融机构的高层首长 更不涉及募款 滤金或养网军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品质生活 甄选好物 大家好 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铁峰 睡觉这个事您还真得重视 因为夜里是人体排毒事件 同时也是人体细胞代谢生长的事件 长期睡眠不好 铁打的汉子也扛不住啊 草籍药糖酸道仁 胺睡膏 富含酸道仁 福灵 百合 黄金 桑肾等七种中草药 48小时慢火熬制 每瓶300克 原价198元 今天好物推荐 值价169元 每瓶仅需29元 六瓶为一组 优惠套组仅有200组 建议多组订购 赶快拖打电话 订购吧 夜里是人体排毒事件 同时也是人体细胞代谢生长的事件 长期睡眠不好 铁打的汉子也扛不住啊 理想的睡眠是一沾枕头就能睡着 每天睡眠能增加几小时 这样的睡眠给做金山都不换 我向您推荐草籍药酸道仁 胺睡膏 它是浓缩的酸道仁精华 更好吸收 而且搭配了福灵 百合 黄金 桑肾等 七味中草药 高方呢 采用文火 慢炖 48小时熬制 每瓶300克 原价要198 今天好物推荐给您 直降169元 每瓶仅需29 六瓶为一组 优惠套组马上就要受空了 建议您多组订购 长期服用 赶快拨打屏幕电话订购吧 经济茶叶好 经济茶叶好 自然原真炭 喝得放心 我从经济茶叶 这个茶上面大概有五千多亩 在经济 依托它这边轮动企业吧 每年都培训我们这个茶囊 有些茶叶 按要求来做 加工好了 然后这边大家同意收购 有的也有自己家里零售 经济茶叶 都是能够选识动化的 利用先进的生产线 规模化在生产 他们里面有实验室 就是轮头企业 加中业合作社 加农户的扩散模式 带着我们整个村 我们未来 然后把那个产业 跟人家伸大做大吧 避水青山草木间 悲染沉浮见人生 金西村有机茶叶 一村一品 福农优品 金西茶叶 有生产 百年传承 向狱中外 青彩黄 感冒的时候 你会想起谁 999感冒0 你的老朋友 让你暖暖的 更想你好好的 999感冒0 暖暖的 很贴心 思想未来 骗载黄化妆品 恭贺祖国辉煌 感冒的时候 你会想起谁 999感冒0 你的老朋友 让你暖暖的 更想你好好的 999感冒0 暖暖的 很贴心 观察台海 读懂中国 看懂世界 思想2024节目 由片子黄化妆品 冠名播出 皇后宣娇系列 为肌肤年轻 加冕 感冒的时候 你会想起谁 999感冒0 你的老朋友 让你暖暖的 更想你好好的 999感冒0 暖暖的 很贴心 2023年11月1日 新修订的福建省限写条例 正式施行 确定每年12月 为全省 无偿献血宣传月 感冒的时候 你会想起谁 999感冒0 你的老朋友 让你暖暖的 更想你好好的 999感冒0 暖暖的 很贴心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25号 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 举办成立29周年庆典活动 两岸嘉宾及会员且代表500多人 欢聚一堂 共同庆祝 共序友情 共化发展 福州市台协会会长蒋佩奇 在活动致死中表示 当前 福建全省上下 正在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支持福建 探索海峡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 福州市台协会 将努力提升服务品质和效率 带领广大台资企业 继续扎根福州 积极参与福建建设 两岸融合示范区 携手打造 两岸同胞 增进感情 心灵契合 共同奋斗的幸福家园 充分感受到 祖国对我们的这种用心 真的是以通促容 以会促容 以情促容 那也真正体现了 两岸一家亲 敏台亲上亲 这个接下来 协会 包括我们自己的企业 也能够在这个 两岸融合上面呢 贡献我们的心力 也把真的祖国的 很多的好的机遇呢 能够分享给 更多的台湾同胞 让这个地方 真正成为 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 为响应福建省 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支持福建 探索海峡 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 示范区的意见精神 活动现场 是营商办 为福州市台协会 作为福州市 营商环境观察点 授牌 蒋佩琪等五名台胞 担任福州市 营商环境体验员 此外 福州市台协会 还与兴业银行福州分行 福建青年米商联合会 等签订合作协议 两岸深度融合发展上面 这个示范区的建设上面 不断地在推陈出新 那尤其这一次 我们省里面 所公布的这个 关于这一方面的 这个实施意见 让我们在福建 尤其在我们 福州的台胞 深具信心 对未来发展 我们相信会越来越好 25号 两岸中医药产业发展论坛 在清华大学举行 本次论坛 由清华大学 两岸发展研究院 清华大学 万科公共卫生 与健康学院等主办 来自两岸的 150余位专家学者 和企业家代表 与会 中医药是两岸同胞的 共同财富 传承奇黄精神 弘扬中医药文化 本次论坛以距离创新 融合发展为主题 论坛上 中医专家 呼吁两岸同胞 齐心协力 共同守护 传承挖掘中医药 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让它的独特价值 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扬光大 比方说 在我们近期跟台湾的台北故宫 在故宫里面呢 其实有这种传统的中医药的典籍 我们大陆里边其实还没有 在这个方面 我们天华大学也作为中间的一个平台 讨论怎么利用两岸这些传统的文化优势 能够发掘其中的瑰宝 能够把其中的中医药的精华 继续发扬挂大 两岸专家希望携手探索出一条 符合时代需求的中医药发展之路 把中医药做大做强 论坛上 有专家批评民间党当局 在两岸的中医药交流交往中 设置障碍 阻碍了中医药发展 像之前马政府的时代 其实两岸是有这个 两岸医药卫生条例 两岸医药卫生条例里面 就是两边的一些临床试验 是可以互相认证的 但是现在 蔡英文这个时间 其实就中断了两岸的交流 在看幕式上 还举行数字药源平台发布仪式 除主论坛外 还举行中医药产业创新与发展研讨会 中医药特色技术 与医药结合发展研讨会 两岸专家就中医药技术创新 人才培养 临床应用 标准制定 产业合作等议题 进行深入讨论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品质生活 甄选好物 大家好 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铁峰 睡觉这个事啊 您还真得重视 因为夜里是人体排毒事件 同时 也是人体细胞代谢生长的事件 长期睡眠不好 铁打的汉子 也扛不住啊 草籍药糖 酸道仁 安睡膏 富含酸道仁 福灵 百合 黄金 桑肾 等七种中草药 48小时 慢火熬制 每瓶300克 原价198元 今天好物推荐 值价169元 每瓶仅需29元 六瓶为一组 优惠套组仅有200组 建议多总订购 赶快拨打电话 订购吧 夜里是人体排毒事件 同时 也是人体细胞代谢生长的事件 长期睡眠不好 铁打的汉子 也扛不住啊 理想的睡眠 是一沾枕头 就能睡着 每天睡眠呢 能增加几小时 这样的睡眠 给做金山都不换呢 我向您推荐 草级药糖 酸道仁安睡膏 它是浓缩的 酸道仁精华 更好吸收 而且搭配了 茯苓 百合 黄金 桑肾等 七味中草药 高方呢 采用文火 慢炖 48小时熬制 每瓶300克 原价要198 今天好物推荐给您 直降169元 每瓶仅需29 六瓶为一组 优惠套主 马上就要受空了 建议您多组订购 长期服用 赶快拨打屏幕电话 订购吧 不要花过了手啊 张欣宇 梁红 走进撒哈拉 首次深入 袈裟地带 本节目由 休闲时提 上好家 冠营播出 由乐谷功能饮料 特约播出 感冒的时候 你会想起谁 999感冒0 你的老朋友 让你暖暖的 更想你好好的 999感冒0 暖暖的很贴心 会会有凭证 人民日报电子月报栏 提供场景化 定制化 国际化的 会晤信息服务 感冒的时候 你会想起谁 999感冒0 你的老朋友 让你暖暖的 更想你好好的 999感冒0 暖暖的很贴心 爱我蓝色海洋 保护海洋环境 感冒的时候 你会想起谁 999感冒0 你的老朋友 让你暖暖的 更想你好好的 999感冒0 暖暖的很贴心 一日一行 一对话 在对话中 发现更多元的生活 吃燕窝 就选燕之屋 本节目由26年 专注高品质燕窝的 燕之屋 冠名播出 动本斗 特约播出 感冒的时候 你会想起谁 999感冒0 你的老朋友 让你暖暖的 更想你好好的 999感冒0 暖暖的很贴心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布消息称 在过去一天中 以色列地面 空中和海军部队 继续在加沙地带展开联合作战行动 同一天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 有关以色列即将在加沙地带停火的消息 都是子虚乌有 以色列不会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以军将在未来几天内加强攻势 战斗将会持续很长时间 眼下 由于巴以双方的冲突仍在继续 加沙地带的人道局势也进一步恶化 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5号发布的数据 在过去24小时中 加沙地带有约250名巴勒斯坦人 在以色列发动的军事行动中死亡 另有约500人受伤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 25号在向俄总统普京汇报工作时说 俄军已经完全控制 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马林卡 普京指出 对马林卡的控制 可以使俄军获得更广阔的行动空间 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 25号报道 乌军塔夫里亚作战集团发言人石图彭 当天在电视节目中说 马林卡已被完全占领的说法不准确 他表示战斗仍在继续 乌军还在马林卡作战 但整座城镇已被完全摧毁 马林卡位于顿涅茨克市西南约30公里处 俄军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期间 马林卡是俄乌反复争夺的要敌之一 双方为此展开长期激烈交火 由于持续降雨 过去几天泰国南部多地遭遇洪灾 数万人受灾 约有16个地区和超过3.7万居民受洪灾影响 报道称 洪水导致多条道路被封闭 另有至少十几所学校停课 此外 由于洪水淹没了部分铁轨 造成一些火车停运 泰国政府官员25号称 若洪灾加剧 当地居民需做好撤离准备 此外 此本月22号以来 受强降雨影响 至少有7艘船只 在泰国湾和安达曼海域沉没 好的 《金星的海峡》五报就到这儿了 我是小丽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对浪费 安全连着生命 安全连着幸福 安全连着强大 遵守安全生产法 当好第一责任人 女子旁 一个马 妈妈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 是妈 我教妈妈在手机上 打出的第一个字 是R 虽然 她还是常常打错字 很多的努力 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一切 不许是 那样 那么多的努力 他们他们 要有讨论 一切 所以 他们也必须 他们也不论 心想不辨论 因为 他们他就不论 咱们 这批词 第一 Operative 都是 在庙船 庵舵 贵州老名啾 老匠觉得 庵舵 这区 将就 嗯 将就